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体上有两种分类 一种是退正手后转身机球 一种是退正手后不转身机球 转身和不转身 看似在讲脚下的不同 在师兄看来 这个区别还有关手上 从协调性来说 转身机球更像是全身斜头发引 不转身更多是靠局部的爆发引强行去打 从重心调整来说 转身机球身体幅度大 不圆重心和回动的节奏 不如不转身接球来得更简洁 接下来 我们完整的梳理一下退正手后场的过程 一 从中场起动 这里有个关键性的细节是 没有小条 但有一个调右脚 因为正常打球的时候 身体大多是正面向对方 左右脚几乎不平行的状态 所以会正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右脚 把右脚调至你要后退的方向 这个调右脚也等同于转身 相当于已经让身体的角度重心方向 进入了后退的轨道 接下来连接一个并步 一个转身起调机球 完成整个后退 然后交叉步形成回动 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 细节一 奥远刻意把转身机球部分分解出来重复练习 细节二 启动除了要反过一个正确的姿态 更重要的是脚下要有力 结合身体重心引导和下肢分地的力量 在启动水间把整个身体弹射出去 接下来是不转身机球的版本 启动并步不转身起跳机球并步回动 回动之后注意压低重心意识归零 这样才能快速连贯保持启动 接场上下一个位置的来球 细节一 同样的步法 用不同的速度节奏去反复练习 细节二 另一种交叉步的回动方式 细节三 重心控制 尤其是落地损肩 要收稳重心 防止后痒 甚至身体略微前倾 这样才能够保持更快的回动 细节四 顺着重心 其左脚小半部连接并步或者交叉步 完成回动 如果距离短 也有固体左脚 直接上右 总完成回动的情况 细节五 机球点的选择 奥园个人更喜欢 把正手的机球点放在头顶的侧面一点 侧面机球 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挥拍空间 所以步法线路上并不追求推到来球落点的正下方 而是推到来球落点的侧面一点 接下来说头顶去的步法 主要就是马来步 细节一 左右脚的分配 右脚更多带动身体转体 左脚是登地 攻起身体的重心 两者结合形成一个向后的转体加移动 然后交叉步回动 收腹重心 连接下一个来球 细节二 马来步的精髓 左脚偷半部 注意 左脚的位置 左脚第一次落地的点 和起跳后落地的点 中间有一个距离 这就是左脚偷半部 我们来完整看一遍马来步 细节三 击球点尽量控制在头顶正前方 而不要在头顶外侧 越外侧越导致后仰击球 接下来是有球的球儒练习 练习一 赔练做球 奥远重复退正手底线 转身击球 练习二 陪练做球 奥远重复退正手底线 不转身击球 练习三 陪练做球 奥远重复退 头顶击球 最后 我们来看看实战案例赏息 案例一 这个回合中 奥远正手多用不转身击球 因为对手拿一球快 压破球 留给奥远的时间上 所以不转身回球居多 按例二 这个回合 奥远头顶和正手拿点比较主动 采取转身击球居多 按例三 这个回合 奥远在头顶做了一个调球变化 注意 出球的节奏变了 其回动的节奏也随之改变 明显比杀上了要慢 按例四 奥远接杀接吊 都是明显的低重心处理 后场球戴智英顶得很到位 造成了奥远一定的后仰击球 按例五 这个回合 奥远有一拍不转身的正手南沙 不转身的处理 让抓球节奏更快 头顶其更多是利用马来步回球 按例六 这个回合 正手区既有转身击球 也有不转身击球 明显转身击球发力更充分 球数更快 按例七 这个回合 奥远重复处理正手区 加接吊接杀 按例八 这个回合 奥远重复处理头顶球 在这里的质量很好 造成了奥远一并成都的后仰击球 按例九 按例九 这个回合 头顶其出现了新的处理方式 一个是反拍处理 一个是不转身的中国跳击球 按例十 这个回合 在这里利用细利的手法变化 前后调动 成功拉开了奥远 找到了场上的空档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提升步法有所帮助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 球友们有什么提升步法的好方法 别忘了 那你听说 你听说 我来听说 在这一句 by bwd6